晚餐对人体的健康真的很重要,不少科学报道宣称,很多疾病发生的诱因之一就因为晚餐的不良习惯,有不少人习惯不吃晚餐来减肥,但我们减肥不应该牺牲我们的健康。 接下来,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吃晚餐,有哪些误区? 吃晚餐的误区早知道,一,晚餐吃得太晚,最小是会节奏的加速,人们经常会延长吃晚饭的时间,但长时间的饥饿会让人更想吃东西,导致即时是会出现肌肤择食,抱也抱食等现象,吃完就去休息,这样容易导致饭后血糖水平升高,将以导致大量分泌,如果还经常缺乏运动,就会导致身体热量过剩。 体重蹭蹭蹭的往上涨,还有,吃饭时间如果太晚,本应该晚上休息的肠胃就要加班工作,导致人出现省睡,多梦,失眠,严重影响睡眠质量,降低能抑制食物等瘦素的分泌,导致吃得越多胖的越快。 二,晚餐吃得太饱,中国人一般是晚餐吃最丰盛的,所以常常导致晚餐吃得过饱, 过剩的食物会自动形成脂肪,在人体的器官周围储存,导致人长胖,而且晚餐不饱,会加重肠胃负担,影响消化功能,以后营养就难被肠胃吸收了。 三,晚餐长期吃素。 为了减肥,有些人喜欢晚上吃素,不是入肉食,但肉类有我们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质,少量的脂肪。 蛋白质可以参与肌肉的修复跟合成。 如果每天晚餐吃吃素食,会导致蛋白质无法满足运动强度,就不利于健康。 那健康,科学的吃晚餐有哪些原则? 一,晚餐时间不要超过二十点。 一般而言吃晚餐最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,最好不少超过晚上八点,不然影响肠胃消化。 晚餐后尽量不要一直久坐不动,休息一段时间后可以去散步或站立走走。 更有助于肠胃消化,不会出现因为消化或凉而影响晚上睡前。 二,晚饭量根据白天食量做调整。 建议早餐与晚餐保持总食用量差不多即可。 早餐吃得多,晚餐可以吃少点。 早中晚餐的热量搭配,比是三比四比三,可以避免早饭凑合,晚餐丰盛的情况。 三,晚餐营养要保持均衡,晚餐吃什么可以根据早午餐补充的营养情况来决定。 如果午餐没有吃绿色蔬菜,那晚餐就要考虑渗入一些。 不要中午晚上吃的食物都是一样,容易导致营养过于单一。 晚餐要多增加食物种类,丰富膳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